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睡得人事不行了 他们一睡 我更觉得困得不行 为了转一注意力 便甩来甩头 灌了一口清水 勉强提神 心中想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从当年白老四等人 进入万腰飞的地宫开始 一切就朝着一个诡异的方向发展 诅咒 聚而亡目 萨满神闻 归根结底 这一切都和白老四那个老王八蛋 脱不了感谢 转而我又想起 约爷爷来此的那个白姓的人 心说白老四那时候早已不在人世 这个写信的人 会不会是白老四的后人 又或者是 只是一种巧合呀 这一切 或许只有爷爷本人清楚 胡思乱想前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我掐着表 一到时间立刻将中宫叫醒 在他清醒过来接班之后 便倒头睡觉 强烈的劳累 让人几乎一闭眼就睡着了 这短短一觉睡得很深 被人叫醒时 所有人都精神不振 休息两个小时 虽然让我们身体疲惫有所缓解 但精神疲惫却加强了 每个人都是一副睡意朦胧的模样 我做了粗脸 强打起精神 发现队伍里少了两个人 一个是专棋 一个是豆腐 听中宫说 这两人是去放毛去了 中宫指了指右边 事与他们俩是去那个方位了 我眯着眼看过去 浓雾中隐约能看见 两个模糊的影子 对豆腐我不太放心 他太不靠谱 很容易出状况 一不留神就会中招的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 我没有着急起身 而是坐在地上 盯着远处豆腐二人的身影 两人本来挺平静的 忽然间 这二人似乎发现了什么 竟猛然拔腿往回跑 众人都观察他二人的动静 这一跑 我们还以为生出什么危险 连忙举起武器 谁知他们二人却挥手说 有情况大喜讯 快过来 大喜讯 这地方能有什么喜讯呢 我们立刻朝豆腐他们的方向过去了 走近一看 周围空荡荡一片 除了地上这两人尿的一滩水 什么也没有 竟我们一伙人都盯着地上 豆腐挨忧了一声 都盯着我们的尿看什么呀 不是看这个啊 你们往那边瞧 他指着左手边的方位 众人齐齐转头 灯光打过去 赫然发现 前方不远处 竟然有个硕大漆黑的手 那是什么呀 豆腐神秘兮兮地说 我们刚才在这尿尿的时候啊 忽然听到有人在叫我们的名字 顺着声音往方向一歪头 这玩意儿就出现了 他说的是出现 而不是发现 也就是说 豆腐两人先前开始撒尿的时候 是并没有那个东西的 那个黑色事物 是忽然出现的 我心里打了个图 不敢大意 示意众人警惕一些 便朝着大砍刀往左边而去 随着距离的接近 我们逐渐瞧清楚了 那玩意儿的本相了 却是一块大石碑 石碑下头 是个羊头的碧系神兽 那石碑足有三米多高 上面刻了两行字 黄泉河 阴似箭 生人至此 阴阳两边 黄泉河 阴似箭 这句话当初在爷爷那封信上 就曾出现过 原来出处 竟然是在这里啊 专辑痴笑了一声 生人至此阴阳两边 闯神弄鬼 好大的口气啊 豆腐不明所以就问道 鸡娃娃 你什么意思呀 专辑已经认命了 懒得纠正自己的外号 就说 这话的意思就是 你看不出来吗 意思是 以这块石碑为分界岭 我们现在还算是在阳间 越过这块石碑 就是阴似所在了 豆腐文言大感惊奇 这小子向来不靠谱 文言立刻跳到石碑的后面 就说 我现在不是过来了吗 紧接着又跳回来 在所谓的阴阳分界处 来来回回 我看到顾大美女都忍不住笑了 这还是萧静出现之后 第一次见她笑 我心中松了一些 便拦得去教育豆腐 这个不靠谱的行为了 若按照豆腐所说 这石碑是忽然出现的 未免有些奇异呀 难不成真是从阴丝里冒出来的吗 就在此时 我忽然发现 除了石碑上原本刻下的这些字之外 居然还有人用笔在石碑上写过字 看样子是用铅笔写的 由于石碑颜色是黑色 铅笔颜色是灰暗色 因此稍不留神 还真不容易发现 我心中一动 心知 这上面的字 肯定是爷爷他们留下的 连忙将脸贴近石碑观察 便见 上面有一行奇书 之所以说是奇书 是因为字迹非常潦草 像是什么紧急情况下写的 只见上面写着 奇名时分 过此界可还阳 我看了看手表 此刻是凌晨四点 离所谓的鸡鸣天亮 还有大约一个小时 肖静读道 奇名时分 此界可还阳 什么意思呀 难道咱们现在在阴间不成吗 经历这一系列事情 他的胆子稍微大了一些 不死之前那般 寸步不离地粘人了 我皱着眉头思考 这上面的字迹 不像是我爷爷的 但肯定是他们队伍的人写的 这人为何要写下这行字 难道是为了指引后来之人吗 我立刻冒出一个想法 心说莫非当初写下这行字的人 和队伍失散了 来到这里时 找到离开崖山宝殿的方法 所以才写下这行字 指引队友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 那我们现在 起飞是在阴间 可这猜测太可笑了呀 想起之前那大顶里冒出的黑影 我有些笑不出来 众人面面相觑 最后豆腐问我 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小时 等 转睿看向我 你准备试一试 嗯 转睿没有反对 盘腿坐下 靠着石碑休息 吩咐手下中公说 时间到了 把我叫醒 这人倒是好命啊 在什么环境下 都有个忠心耿耿的人伺候着 中公文言领命 一丝不苟地在旁边站岗 众人盘腿坐在石碑处 时不时看看手表 等待时间流逝 眼瞅着就要到一个小时了 周围却依旧没有发生异样 我心中有些犯嘀咕 心说 莫非这石碑上所写的 这是胡言乱语 但由于时间还没有到 因此我耐下决心 来再等一等 等着等着 眼皮就有些沉重了 约摸十多分钟 时间一到 周围依旧沉寂如初 我刚想说上当了 豆腐忽然伸手指指了指 我背后的石碑 我脸上神情纠结无比 示意众人往后看 转锐已经被中公叫醒 被豆腐这么一指 原本各自休息的众人 不禁都回头一看 这一看顿时目瞪口呆 因为石碑上的字竟然消失了 原本黑色的石碑变成浅灰色 表面上仿佛水纹似的打着颤 里面隐约露出几个小人 像是一台毁坏的电视机似的 他娘的 这是个什么情况 我狠狠眨了一下眼 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再定睛一看 却见石碑里几个黑色小人 越来越清晰 我一数 恰好是六个人 众人被这异象吸引 不由都凑进去看 却见石碑之上的人 面貌越来越清晰 俨然最后和我们这六个人 一模一样 这一下将我们惊得不清 豆腐瞠目结舌 呼了个去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我要告他 这侵犯了我们的肖像权 顾文敏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就说 不对 你们看 十六个小人 也在看我们 果不其然 原本游动的小人 各自站定 面对着我们 赫然摆出和我们 一模一样的姿势 在石碑上与我们对视着 那种诡异的情景 就别提了 我心中一阵毛骨悚然 便在此时 忽然不知从何处 传出一声鸡鸣 鸣声未断 我感觉手腕上一热 低头一看 爷爷送我的那一串 桃木珠 竟然又裂了一颗 这一串手珠 在回永和 还有格格尔公主 养师局里 都曾救过我的命 这会儿忽然碎裂 我着实吓了一跳 王叔 大家离这石碑远一些 说这话时候 为时已晚 只见石碑中几个小人 忽然伸出手 树枝干枯的手 竟从石碑中探出来 猛然将我们 往石碑里面撤 那石碑如若无物 我顿时感觉 自己背一双铁壁 拽住双肩 整个人往前一栽 胃里一阵翻腾 脑海中嗡鸣了一声 闪过无数画面 整个人便晕过去了 我原以为 自己这帮人会死得很惨 但是 我没想到 自己醒来之后 看到的会是这样一幅场景 蓝天 白云 坐起来一看 其余人也是一脸的茫然 我们的前方 是一片巨大的沼泽 而沼泽上 还停留着 我们来时的木筏 此刻 我们正躺在沼泽边的岸上 木筏停靠在岸边 在木筏的前方 我们总算看到 一块熟悉的东西 就是那块 黑色石碑 上面依旧显示着那几个字 黄泉河 银丝剑 生人至此 阴阳两边 我怀疑 这是不是一个梦 于是闭上一眼 狠狠揉了揉脸 再睁开 眼前景象 依旧没有改变 片刻之后 转锐 转锐 率先开口说 那座忽然出现的宝殿 消失了 豆腐也是一脸百思 不得其解的模样 咱们还在沼泽里时 将木筏一路滑到宝殿门口 然后进入宝殿 现在木筏子 怎么停留在这个石碑前面呢 咱们怎么会在岸上啊 难道 咱们之前 走入石碑里的世界了 我说 扯淡呢 你当是看小说的 豆腐狠狠摇里摇头 那你想出一个 合理解释了呀 啊 这咋回事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